什么 在蛋仔岛中居然隐藏着一只 肚皮从中间裂开了的恐怖的蛋仔 而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正常蛋仔的肚皮 都是没有裂开的 它是圆肚皮中间没缝隙式完整 那么这个肚皮裂从中间裂开的恐怖蛋仔 它究竟叫什么 长什么样子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绝大多数蛋仔 它们都是正常的肚皮都没有裂开 如果你的蛋仔的肚皮也没有裂开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首先在蛋仔岛中使用咸鱼去打蛋仔的肚皮 是不能把它蛋仔的肚皮打爆的不会打裂开的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不光咸鱼不能把蛋仔的肚皮的打裂开 就连威力巨大炸弹 也不能把蛋仔肚皮炸裂开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这只肚皮 从中间裂开来了的恐怖蛋仔 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只蛋仔 它的名字叫透明蓝帽 你表情高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透明蓝帽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请大家永远记住 它的名字 透明蓝帽 它是一个隐藏皮肤 它出现的赛季 是第一赛季惊奇工厂 它的肚皮从中间裂开了两边肚皮 根本就不一样 所以说蛋仔道中并不是每一只 蛋仔它的肚皮都是圆得完整的 透明蓝帽 它就不一样 肚子从中间直接裂开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